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 洛宾王 洛宾王与王伯、杨炯、卢赵林合称出唐四节 在他所留下的诗文中最广为人知并且口耳相传的名篇是他七岁时写的永恶诗 额额额,趋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波轻波,全诗充满童趣和天真,清新可爱,活泼喜人 是千百年来,孩童学唐诗时,首先要学要背诵的一首好诗 他在狱中所作的永禅,以充沛的感情,明确的辟语,加上双关语和典故的巧妙运用 寄情于永恶,达到恶我一体的境界,是永恶诗中的名篇 他借荆轲赐秦王的典故,而写的书怀永至小诗于一水诵人,在诵别诗中别开生面 他的文章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那篇讨伐武则天的习文,代理敬业讨武世袭,又名为徐敬业讨武照习 连武则天本人也很欣赏这篇文章 洛宾王在写诗时特别喜欢在对账中使用数字队,比如秦赛重关120,汉家离宫36,小唐起账3000万,大道青楼12重,且论28千金事,宁知49年飞,等等 因此人们给他一个雅号叫做算博士 洛宾王,自幼聪颖,有文才,七岁即能写诗 在高宗一奉三年时,任世欲史,因上书论事,得罪了武则天,遭到诬陷,以贪赃罪名下狱 第二年,欲赦而获释,武则天掌握朝中实权后,洛宾王对其身为不满 几次上书言是,而不得用,反而贬官,为林海诚,使他泱泱不得致,弃官而去 他一直希望把武则天赶下台,为匡赴李唐王朝,干出一番事业 公元684年,武则天正式设政,杀了不少李唐王朝的人,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儿子 瞿敬业等人,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洛宾王投到其部下,并为其写了有名的,升讨武则天的习文 代理敬业陶武则习,历属武则天的多项罪状,后来陶武一方兵败,徐敬业和洛宾王不知去向 虽然洛宾王在陶武习文中,对武则天骂了个痛快,但武则天对洛宾王的文才,确实轻言有加 当陶武习文,传道武则天手中时,他居然一边读一边嬉笑 当读道,入门见急,额眉不肯让人,眼秀公蝉,狐媚偏能或主时,还颇有得意之色 在读道,一杯枝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才惊呼道,是谁写的 有人告诉他,是洛宾王写的,他竟则问道 宰相安德诗此人,认为洛宾王有才能,却没能受到重用 是宰相诗职,未能推荐的结果,可见其对洛宾王,却有稀才之心 当时的著名诗人宋之问,曾经官至考公园外郎,但因是屡次贬官 后在贬折途中经过江南,到著名的林隐寺游览,一天夜里,昊月当空 他在长廊上漫步吟诗,名思苦索的,想出了第一连 旧领域调遥,龙公所寄聊,反复吟诵,又总觉得不满意,没法写下去 寺里有个老和尚,点着长明灯,坐在大蝉床上,问道 年轻人夜深了还不睡觉 有什么事啊?宋之问回答道,我刚才想对此四提诗一首 却思路不顺,出不了家去 老僧让宋之问,把他的诗诵一遍 听完后,他自己又反复吟诵了几遍 最后说道,为何不用?楼关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两句呢 宋之问一听大为震惊,对这两句诗的囚禁和壮丽感到十分惊讶 那老僧又接下去把诗一遍续完 贵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门罗灯塔远 枯木曲全摇 双薄花更发 冰青也未雕 带入天台路 看于杜石桥 第二天,宋之问在去拜访他时 就再也找不到了 寺中有知道底细的僧人说 这位老僧,就是洛宾王 在宋之问的追问下 他回答说,当年徐敬业兵败后 与洛宾王都逃走了 没有抓到他们 将帅们担心漏掉了大头目 不知道会有多大的罪责 就在当时战死的几万人中 找了两个与他们相貌相似的人 砍下头来 装在河里 报送朝廷 后来虽然知道他们没有死 也不敢再抓捕来送给朝廷了 因此徐敬业 后来得以在恒山落发为僧 直到九十多岁才死 洛宾王当时也落发为僧 并便由各处名山 后来到了林隐寺 据称,他到林隐寺一年后 便去世了 但宋之问贬折图中 由林隐寺 因当是公元705年以后的事 那时洛宾王已经至少是八十岁的人了 当年他们虽然兵败 但因为当初起兵 是为了复兴唐朝 所以后来 有时抓到了他们 也都设法为之开脱 把他们放了 只是当时罪名很大 洛宾王的失文大都散失了 后来唐中宗集位 下诏书搜求洛宾王的失文 只收集到了几百篇 仅仅是其全部失文的一小部分 经过整理后 以洛宾王文集之名 而传世 后来清代又稍有增补 重刻为洛宾集 那首洛宾王帮宋之问所作的 林隐寺诗 因为只有两句 或四句是宋之问所作 所以也收在洛宾集中 但有些不相信洛宾王身世的人 宁愿认为那是宋之问的诗 把他归入宋的诗集中 林隐寺一诗传出后 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 特别是其中 楼关沧海日 门队浙江朝两句 对战工整 景色壮观 独知令人心胸开展 豪情满怀 因此人们争相传超 但与此二句相似的句子 我们还能从洛宾王其他诗中找到 比如续纪元半千 我换三河道 自赴十余年 魂归沧海上 望断白云前 调明老十子 隐记自弹玄 掌一谢时事 独王访林全 其中 魂归沧海上 望断白云前 与楼关沧海日 门队浙江朝极其相似 其思维和描述方法上的一脉相承 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 这首诗中 也反映了洛宾王曾经有过归隐求道的思想 虽然这种思想 还偶尔地反映到他的其他一些诗中 但当时 洛宾王毕竟太执着于 世间时局的转变 未能走入道中 只有到了兵败后 无路可走时 才终于走上了 自己早就应该走的 入道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